我的你 我的你 昨天晚上最低零下43度 一大早一起来 彻底飞了 我们的车子打不着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零下43度 车子打不着 之前的话 零下40度45度都可以打着 彻底打不着了 这就是我们昨天的录影地 在这个大新安宁里面录影 本来跟那两个人都想好了的 就在这个地方 安宁扎寨 等待零下58度的到来 现在倒好 人没费 车费了 现在真的就是没有怂人 只有怂车了 这个车子 去年来到这边的时候 从来没有打不着火 今年也不知道是 受着这边太冷的原因了 砸枕 我现在上去给你们打一下 三 二 一 打 再打一下 踩一下刹车 遮下 真的就麻烦了 你看 满一箱油都是 加油 他们这边晚上啊 车子基本上全部放到那个缆裤里面的 当地人说了 如果说车子不放缆裤 根本就打不着 现在还有一个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 之前买的 不是有一个那个油布吗 准备把那个油布 把它往这个车上一盖 然后下面全部搞岩石 再用那个加热器给它加热 这还好昨天停的方向停的对啊 因为太阳嘛 你看现在都快下山了 太阳晒了一整天 晒在这个发动机上面的 然后这前面的玻璃的冰也全部晒化了 给你们看看啊 后面的那个冰就没化 你看这后面的冰就没化 现在开始弄吧 试一试吧 看一下这车里的温度现在多少 零下30度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这个油布啊 给它拖上去了 这是我特意买的 就是防止车子打不着 然后给它盖上 拿走了 我给它拖子 熟用 炸 刷 鲸肉 蛤 脆 食物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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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火 平处 烤的白芽 融入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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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了九牛 我以为我们俩个子不搭 搭不上去呢 头发都白了 你看就这样给它盖起来吧 盖起来不行啊 它们有温度 你盖着有啥用啊 我有温度啊 你看这样搞得多好 这个帐篷买的太大了 给它收一点 我这你 我这你 过来 这不是人干的 这不是人干的 快进去进去 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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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 摸一下 不能摸 不能摸 还有说搓点血 脸上 那你搞点血吧 搓点血能行吗 我怕能 那在这你吹一会儿 在这你吹一会儿 在这你吹一会儿吧 这个地方暖和 这个脸都 我的手 你看 你冻成这样了 脸都快冻僵了 你 跟你们是不是懒活多了 真的懒活多了啊 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 是不是要吹发动机啊 对啊 我吹的就是发动机下面 现在挡位好大了 给它盖好 你看像个啥呀 这 我们也有庇护所了 这不是庇护所啊 我买的有大帐篷 我买的有大帐篷 这个只是一个应急的 车子实在是冻住了 没办法了 就只能用这个了 天都快黑了 就这样给它吹吧 看看 这里应该是一条河 然后这个河冻住了 在这里弄了好久啊 还是不行 这个办法 根本就不行啊 因为外面温度 实在是太低了 等到明天吧 明天早上再找找个救援 然后把车子拿到懒库里面去 只能拿懒库里面再去搞了 我记得在这里先待一会儿吧 才继续吹吧 好了 因为我手机已经动关机了啊 这个相机马上要关机了 今天视频先就拍到这里 喜欢小多的啊 记得还是给小多点个赞 谢谢大家了 好谢谢大家了